鸡腿 嗨 大家好 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来做手枪腿 下面就跟我一起开始吧 鸡腿洗净擦干水分 沿着内侧骨头的方向把肉划开 肉厚的地方要划上几刀 翻过来再戳几下 拿出一封盒 把鸡腿丢进去 然后开始调味 盐味打底 白糖提鲜 白胡椒粉去腥 黑胡椒粉增加风味 再加入姜蒜粉 接着是一些增香调味料 再淋入生抽 最后加入一颗蛋清 让鸡腿更嫩 绵液更脆 接着就开始给鸡腿做充分的按摩 5分钟左右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 冷藏腌制半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准备裹粉的原料 两杯面粉 一杯红薯淀粉 加点盐 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些冰泡水 一切准备就绪 取出鸡腿 把鸡腿的两面都裹上粉 尤其是切口的缝隙里 这样才能锁住鸡腿的汁水 面粉压实之后 抖掉多余的粉 放入冰水中 浸泡3秒钟 取出之后再次裹粉 尽量压实 这样油炸的时候 面衣才不容易脱落 当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开火加热 烧至160度左右 下入鸡腿 用低油温 慢慢将鸡腿焖熟 炸至定型开始翻面 一分钟翻动一次 防止炸糊 炸好之后取出 静置两分钟准备复炸 复炸的油温要高些 210分左右 这样才能把多余的油分滴出来 同时是为了上色更快更酥脆 最后再撒上紫然辣椒粉 就可以享用了 手枪腿已经上桌了 下面就开始尝尝吧 开炸辛苦了一年 做个鸡腿 或者犒劳一下自己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 点赞转发 谢谢支持 明年见喽 香 配一个肥宅水 一个辛苦的一年 最后要补一个大鸡腿 祝大家新年快哦 大鸡腿来做火腔腿 行 再来再来 手腔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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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鸡腿 来做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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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